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环境 战士们正在为今天的防化专业训练做着准备 首先他们要穿上这样一套专业的防护服 要求每一个袖口 领口 包括裤管都要严丝合缝 不能与外界空气有任何的接触 39秒是这个团里的最好成绩 然而这个保持了五年之久的记录 最终被打破 新记录的创造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罗嘎基 罗嘎基 就花了38秒将防护服穿戴完毕 是训练班上最先完成的 然而他对这次的训练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早在三年前 他就刷新了团里的记录 成绩是36秒 开始就吃一分多两分钟都有 很闷这个 对 其实夏天在外面温度差不多在接近40度里面就不一样了 全是汗水的 穿完以后就从里面汗水的爆出来了 练习枯燥吗 有一点 但是必须要坚持 他有股憨劲 就是说别人修的时候他会自己念 别人感觉好像看起来很少 但是说作为他来讲的话 他会一如即往地精湿自己的风格 他的风格就是说执着 可以说当时在竹筋场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一时的事件我都去念 每次有那么一点的提高 然后我就不停地念念念 罗卡基藏组2007年12月入伍 前任南京军区某防法团班长 多次被评委优秀士兵 优秀士官 学习成才标兵 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荣立二等功 三等功 各一次 2013年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何鲁卡基通电话的人名叫郑金贵 他去年退伍回到了老家福建 在团里战友们都知道这样一件事 2011年 郑金贵的父亲患病需要手术 家里却拿不出费用 当时还在部队服役的郑金贵 为此相当苦恼 罗卡基得之后 二话不说 就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 全数交给了郑金贵 你看看我们 那肯定话 工资全部把这卡里打 对对对 大概他花了多少钱 这不是很清楚 你也没问过他 也没问过他 这笔钱他还了吗 没有 就算他还给我 我也不好意思 人家家里父亲生病了 所以他才用 假如他自己用的话 有可能我去跟他讲 作为一名防化兵 喜霄是罗卡基的日常训练科目 这个看似简单的操作 却是一个极细心 耐心和射击实力的考验 原来今天喜霄就结束了是吧 对 这个洗一辆车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十几分钟吧 洗销过程当中 什么最关键 关键就是要打得准 打得精确 还要四个人必须配合 如果你配合不好 打得不精确呢 这个肯定小得不干净 打点精准到位 是洗销过程当中 是至关重要的对吗 对 它每一个螺丝 每一个螺丝 它都要打得准 这样才能小得干净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游戏 可以 来考验一下 好 谢谢 你看我们前面摆着这五个平方球 有橘色和白色的 橘色是我们的设计点 如果不小心射到白色球 说明我们的任务失败 一会儿我们会站在五米外进行设计 行可以 先我来尝试一下 看这个任务到底有多难 好了 现在我是打了九枪 然后呢 才最终把这个三个球给打下去 对 很不幸的是 还打住了一颗白球 对对对 那现在就看你的成绩了 好 行 太厉害了 打了三枪 百发百中 还行吧 估计平时练的不少吧 对 练的比较多 当成绩都在四七分多 那第一名都要拉到一圈到两圈 所以全传官兵 对大家都非常服气 非常钦佩 卢嘎基是训练场上的表冰 镇友们眼中的血液雄鹰 然而 如今的防化尖兵 却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落后分子 卢嘎基的家乡 刺成阿瓦州沙袋村 那是个贫穷而壁似的山寨 那里的教育水平相当落后 刚到部队时 语言官就成为了他最大的障碍 我刚到我们班里面 我还有里面有个老乡 他基本上我们两个中间有个话讲 其他的基本上我都不开枪了 正说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懂 他们说了我也听不懂 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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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比分是多少了 5比1 5比1班长大胜 有没有人敢再出来挑战一下 预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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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为语言的障碍会避免出现尴尬 罗卡基一度变得沉默寡言 在团里举办的民族大讲堂上 他说出了心中的不安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团领导当即表示 成立帮助小组 负责帮助他的学习和生活 感觉就是以前心里 也就是放不开了可能 通知了江湾民族大讲堂以后 就是心里就放开了 因为其他人都知道了 你像春天飞一舞的台阶 黑黑山说在那花丛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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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看 我和茅草原香的铁山庄 你把歌声献给雪山 要与你的雪山 你把美丽献给草原 要与你的草原 我在布丁里面用了两盆字典 这两本字典就是我平时用来学习的 多得很严重 这我用了将近四年多 我从新米典开始用了 因为当时我好多字都不认识 所以我就平时翻字典 没事我就看里面什么字 有的字它是多印字的 我就把它画起来 那你原来当军之前会说汉语吗 会 可能会那么一点 但是不是普通话 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方言吧 练习绕口令 读报纸 找战友们聊天 为了学习普通话 罗嘎基可谓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用看新闻的时间 跟着这个播音员主持人 一句一句更好读更好学 所以说他学汉语进步也很大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 罗嘎基最喜欢和战友们 罗嘎基最喜欢和战友们玩文字接龙游戏 即便很多时候他都因为接不上词 而不得不接受相应的惩罚 但罗嘎基还是入在其中 他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学习过程 5 6 7 8 9 10 就是晚上的时候熄的灯 他还是拿着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手电 他就在床上开着 然后一直说开手电 然后一直说拿着书 然后在那自己翻 就这样 不到一年时间 罗嘎基就掌握了常用的汉字书写方法 并能用普通话和战友们流利的交流 交谈过程中 罗嘎基的眼前就像是打开了一闪窗 窗外似乎就是他从未领略过的新世界 这是一个平面的 刚开始聊天 就是我们怎么去训练 怎么去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 后来就慢慢看上 现在家乡有什么变化 某某某一个人出来 他就讲了 我现在我家乡怎么怎么样 国家给我们进行补贴 还是给我们贷款 或者是我们做这个生意 或者一样鱼 或者是一样虾 或者是等等其他 好沉 宝贝也是 这个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把锁 他丢了 都放着一些什么宝贝 我很好奇 看一看 里面 好 试冰底进 这种容易证书 这么多呢 一共厚厚的这四本呢 对 都是简报 我自己比如说有的 比较感动的 有的就是学习 这方面呢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还有的就是我感觉 比较好的 我都把它剪下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简报的呢 嗯 新闻下了以后 我当时觉得蛮好的 所以每天都坚持这样剪下来 熟悉罗嘎基的战友都知道 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罗嘎基喜欢记录和战友们的聊天内容 喜欢在报纸中搜集各地的致富经验 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等等 让青春在旅行十年中闪光 如果我感觉这个 这比较适合我们家上的 我就把那个挤下来 睡觉之前想一下 啊 现在我们村里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然后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去 让他们去了解一下 然后 如果这样他们真听进去了 他们就干出来 干出来的肯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2010年2月 罗嘎基从部队休假呼到家中 时隔两年家乡闭塞 落后的面貌依然没有丝毫改观 村民之间流传的一些消极言论 更让他感到痛心 于是罗嘎基决定开展讲座 把党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传到赞民心中 我身边就跟他们开始聊天 就跟平时 刚开始跟平时一样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 就讲 我就用手指 这个热水系太阳蓝 就是洗澡蓝 这些东西 都是国家给我们免费用的 然后他们说 对我们还没花钱 什么时候 我就开始讲 党和政府 这么关系 我们藏族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还是政府都好 然而罗嘎基没有想到 他的言论非但没有引起村民的兴趣 反而遭到非议 我们村里的一个小伙子 扑扑通通的一个 现在回去跟他们讲这些话 感觉他们 他们以为我是不是有点太假了 或者是讲得有点太大了 看到村民的反应 罗嘎基心里也觉得委屈 但他并没有放弃 村民农活忙不开 他自愿跳到四股的河水中帮忙 以石流阻断了村口的马路 他带头施工抢修 村里的孤寡老人无依无靠 他不但帮忙料理家务 还主动补贴生活费用 在家里的孤寡老人 后来我妈都有点生气了 说你们天天到处跑干嘛呢 不带在家里吗 我说今天晚上我回来 然后今天晚上又在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在亲戚家聊天 或者是干嘛 就在那地方住下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回趟家 然后又走了 又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这样 罗嘎基的所作所为 令村民们刮目相看 来听讲座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来了最少有一百来号人 有的人就是在干活的人 拿着厨头藏 也有人过来听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可能讲了一个上午没讲完 然后他们说 到去他们家吃个饭或者是 然后再回来继续 然后我说行行可以 一个人跳比较难看的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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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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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天的假期里 罗嘎基仅仅在家待了两天 这次以后 每一次休假回家 他都会为村民开展各种讲座 一二三 一二三 今年罗嘎基第一次入选全国人大代表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就开始走访身边的战友 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战友 虽然这一次他没有提案 但他还是希望通过不同的途径 向领导层表达心声 希望能够多加一些像 棋盘 冰芒球案的这类的娱乐设施 找个分配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能够跟这个地方的厂 搞一些共建 双方什么的 藏族地区或者是高原地区 战士的想法 还有其他想法 我自己回去到上面去进行讲 在藏语里 罗嘎基三个字分别代表神圣 快乐和吉祥 罗嘎基说 北京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他希望自己有机会到天安门 看五星红旗迎着朝阳 冉冉升起 哦 像巴拉平不遥远 他就是我们 我和我们的家乡 他就是我们 我和我们的家乡 要不是吗 是佛车